其实我身边真的很多朋友支持我 然后他们知道 我今天要讲出来 接受周刊专访忍不住声泪俱下 艺人黄嘉谦和夏克力 2022年7月爆出婚变 两人的离婚官司缠送一年多 如今有了罪行进展 根据了解黄嘉谦 已经拿到士林地院核发的保护令 认定夏克力多项家暴事实 更会在情绪激动时 对黄嘉谦采取死亡威胁 因此判定夏克力必须远离对方住处三百公尺 虽然过去在镜头前强调黄嘉谦 都在自导自演 甚至还一度要提告斗志孔 郎左云 但是法院裁定的文件中提及 认定事实包含两人婚姻期间 夏克力在二零二一年多次对黄嘉谦 掐脖打巴掌 确实有收到了那个保护令的东西 我个人真的替嘉谦 感谢司法的协助 然后证明真的请司法协助 这一块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嘉谦也可以得到司法的 最终的保护 就是正常工作 过去阳光好男人形象如今却因为离婚风波 不再闹上新闻版面 更被认定家暴都是事实 恐怕已经让夏克力人设翻车 此类新闻王学长 新宜台北上报导